世界田连钻石联赛布鲁塞尔战,女子100米上演巅峰对决,两大亚买加女飞人谢瑞卡·杰克逊大战弗雷泽,最终杰克逊以0.01秒的优势险胜弗雷泽夺得冠军,她的成绩是10秒73,35岁的老将弗雷泽跑出了10秒74,屈居亚军。 这场比赛开始之后,弗雷泽和杰克逊很快就占据领先,两人并驾齐驱,领先其他对手,冲线之后甚至无法判断两人谁是第一名,差距非常小。 随后现场的成绩出炉,杰克逊以0.01秒的微弱优势夺冠,险胜弗雷泽。 10秒73,杰克逊也逼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,28岁的他在前段时间的俄勒冈田径世纪赛的成绩也是10秒73。 不过,当时他不敌跑出10秒67的弗雷泽,没有能够在世锦赛这样最大的舞台上夺冠,非常遗憾。 如今到了欧洲参赛,杰克逊依旧在女子100米和200米展现出了很好的感觉,从发枪途中跑到最后的冲刺,复仇弗雷泽。 对于弗雷泽来说,他是没有遗憾的,虽然以0.01秒的差距不敌杰克逊,无缘冠军,但弗雷泽早就无需证明自己。 从2007年参加大阪田径世锦赛开始,弗雷泽的职业生涯非常长,35岁的他期间还经历了回家生孩子,付出重返巅峰。 今年继续保持强势的发挥,在世锦赛的女子100米称雄,同时在200米也夺得亚军。 来到欧洲参加比赛,弗雷泽又连续在霍如夫站和摩纳哥站拿下百米冠军。 弗雷泽几乎是公认的世界女子短跑历史最佳之一,一米五二的袖珍菲人,职业生涯中经历过质疑、起伏、生娃和付出等等, 依旧可以在即将36岁的时候拿下世界冠军。 在和很多后辈们对决的时候占据优势,确实非常不容易。 可想而知,弗雷泽平时付出的努力、刻骨的训练和自律的生活等都是很重要的。 也期待接下来弗雷泽的表现,力争在总决赛好运。 同时也要为杰克逊加油,他这一战夺得冠军,展现出了很好的状态,未来值得期待。 另外,在女子跳高比赛中,20岁乌克兰天才少女马胡奇克,战胜奥运冠军拉西茨科尼,奥运亚军迈克德·莫特,跳出2米02多的冠军。 拉西茨科尼和迈克德·莫特以相同的2米00分货亚军、季军。 马胡奇克是2米04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,纪念式内赛跳出2米06高水平成绩,提升潜力巨大,未来有望冲击2米09世界纪录。 东京奥运,世锦赛三金王拉西茨科尼凭借大心脏,以2米04加冕成为新科奥运女王。 迈克德·莫特以2米02夺得银牌,马胡奇克以2米00收获同牌。 洛桑巴黎两场钻石联赛,马胡奇克继续输个两人,本次比赛经过积极调整,得以扳回一局。 28岁拉西茨科尼延续稳定的状态发挥,1米84,1米88,1米92,1米95,1米98,2米00高度,均是一次跳过。 马胡奇克开局发挥不畅,险些倒在1米95,第三次惊险越过。 2米00高度第一次挑战失败,第二次过关。 来到2米02,马胡奇克发挥进入加镜,一次挑战成功,随即冲击2米04。 拉西茨科尼和麦克德莫特没有跳过2米02,为冲击冠军,将剩余机会赌在2米04,可惜都没有成功。 马胡奇克虽然三次冲击2米04也失败,但凭借一次跳过2米02,无悬念拿下冠军。 距离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仅差一厘米。 马胡奇克2001年9月19号出生,本月将满20岁,身高1米81,是田坛天赋最好,实力最强的00后天才星星。 2019赛季横空出世,多哈世锦赛给予拉斯奇科尼巨大竞争压力,两人均跳出2米04成绩。 拉斯奇科尼凭借较高的成功率,险些未免金牌。 马胡奇克夺得银牌,创造新的世界青年纪录。 今年2月,马胡奇克跳出2米06,赛季室内世界第一成绩,继生室内历史第三人。 斯德哥尔摩战钻石联赛以2米03夺冠,接近个人记录。 或许是大赛能力和经验,布吉拉西茨科尼和麦克德莫特,马胡奇克奥运仅以2米00夺得铜牌,遗憾无缘冠军。 世界记录是保加利亚名将科斯塔迪诺娃,在罗马式行赛创造的2米09, 保持至今34年,拉西茨科尼目标打破该记录,提升到2米10。 马胡奇克成绩比同期拉西茨科尼更为出色,却具有年轻的优势,保持住稳定的状态,避免大伤病的袭扰。 未来几年,马胡奇克比拉西茨科尼更有希望创造新的世界记录,提升到2米10时代。 明镜需要您的地区来保持情分析。